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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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弟兄们这边的大家平安 我是陈志弘牧师 我们这一系列的课程的信息是 怎么样在金钱的管理上 做上帝的好管家 今天是第三集的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上帝对债务的看法 当我们提到债务的时候 可能有些人觉得这个问题 离我们相当的遥远 其实不然 我现在提供一些国内外的一些现象 供大家做一些参考 根据统计 台湾在2004年 每人的平均所得 大概是台币42万 而在那一年 7年级的族群 他们的平均负债是21万 21万这个数字 是当时那一年 欧洲一个家庭的负债的状况 2005年全中华民国 我们有4成的人有债务的问题 这4成有债务问题的人 他们平均负债是新台币46万2000块钱 也是相当多的数字 美国的债务问题更加的严重 如果我们把美国国家的总债务 换成1块钱的美钞 然后把它连在一起 钞票的头尾相连 望太空延伸 这个钞票的总长度 会超过10亿英里 比到太阳的距离还要更远 美国国家的家庭的平均所得 其实他们是负的 加总下来 平均所得每年负400美金 每年有超过100万人以上宣告破产 这是非常严重的状况 这个数字不断的在增加的当中 然后根据盖洛普的民意调查 在美国的离婚的案件当中 有56%是跟债务问题 家庭财务紧张有关系所造成的 所以债务问题所造成的问题 远比我们所知道的 所想象的还要严重的很多 在上一集的信息当中 我们曾经提到 当我们承认上帝对我们一切的资产 拥有主权的时候 也包括了我们的负资产 就是我们的负债也是属上帝的 这会有个意想不到的好处 那我们的负债也是属上帝的 那我们就要了解一下 圣经当中对这个债务的问题看法 到底是怎么样呢 圣经当中其实并没有告诉我们说 债务是一种罪恶 只是上帝为了我们的好处 他劝我们不要落入债务的捆绑跟挟制的当中 罗马书的13章第8节 这样告诉我们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那这句话在不同的圣经译本当中 有不同的翻译 在Kim James的翻译是 他是这样说不欠人 不欠人任何的东西 然后在NIV的圣经 他说不让债务欠者 在另外一个叫做TLB的圣经翻译 他说要还清所有的债务 在这个NASB很接近语言的一个译本 他说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 另外一个译本叫Amplify 他说远离债务 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 所以圣经的教导是非常清楚的 尽可能不要负债 万一不得已负债 尽可能想办法怎么样 早一点把我们的债务还清 接下我们来看圣经对债务其他方面的教导 圣经对债务有什么教导呢 第一种圣经的教导是债务是一种奴役 箴言的22章第7节 他说夫妇管辖穷人 欠债是债主的仆人 所以我们一般都称债权人是什么呢 叫债主对不对 他是我们的主人 他会管辖我们 但我们欠债的时候 我们就被债主处于被债主奴役的地位 事实上我们劝的债越多 我们就是债主的奴仆 我们不能充分自由 随意的运用我们的收入 因为我们必须怎么样 法律上必须优先用来还债 要清偿债务 目前在我所属教会的中派的总会办公室 协助一些行政的业务 我就常常需要处理一些童工 他们的欠债必须要扣款三分之一来藏在这样状况 就我对这些童工的了解 其实他们的生活有很多的需要 但是他们不能自由的运用 他们所得到的这些工价 因为他们有三分之一要先交给这些债权的银行 他们在财务上没有自由 他们必须受到限制 第二方面圣经告诉我们债务是一种咒诅 在就位圣经当中 顺服上帝所得到的赏赐之一是什么呢 就是脱离债务 在生命记的二十八章第二节 十二节他说 你若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 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 临到你的身上 包括什么呢 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福库 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 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工上 赐福于你 你必借给许多国民 却不自向他们借贷 所以当我们蒙上帝祝福的时候 我们不会负债 而且我们有能力 把我们的一些金钱借给别人 但是反过来 负债是不顺服上帝人所遭受的咒诅之一 也是在生命记的第二十八章十五四十三四四节 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 不谨守他一切的借命律律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这以下的咒诅呢 都必追随你 临到你身上 在你中间寄居的呢 必渐渐上升 比你高而又高 你必渐渐下降 低而又低 他必借给你 你却不能借给他 他必作手 你必作伪 所以当我们不顺服神落入咒诅的时候呢 其中一种现象怎么样 就是负债 所以呢 当我们的生命光景当中出现负债的状况呢 某种程度呢我们是落入到审判跟刑罚的理念 第三呢这个圣经对债务的看法是什么呢 债务呢是对未来的投机取巧 当我们向别人借钱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里面有个这个假设 什么假设呢 就是我们会继续有好的工作的机会 我们继续呢有这个工作的能力 我们可以赚足够的钱呢 来还这些债务 所以我们才敢怎么样 去借钱来进行这些消费 但是呢如果我们想的是我们能够继续保有收入不错的工作呢 或者我们投资的生意会赚钱呢 圣经对这种假设呢是提出一种警告 在雅各书四章十三十五节 圣经这样提醒我们 爱你们有话说 今天明天我们往某城里去 在那里呢住一年做买卖得利 其实明天如何呢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真的有些时候我们的假设呢 不一定成立的 特别是在面对这个金融危机 金融风暴的时候呢 有很多人有很好的工作能力跟工作经验 但是他们却找不到工作 这个很多要放无心价 所以我们那个假设呢 其实是需要受到圣经的这个挑战 我们需要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圣经的这个真理呢 要铭记在心 我们不能假设呢 我们还是可以像以前一样 可以赚那么多钱 那其实有些环境的变化 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有一个呢 对美国人过度消费的描述呢 非常的传神 是这样说的 他说很多美国人怎么样 开始用这个贷款所买的的汽车 然后他们用信用卡呢 这个刷卡呢 这个去买汽油钱 然后跑在哪里呢 跑在呢 这个透过债券呢 投资的公路上面 然后呢 准备去呢 买分期付款的家具 然后呢 摆在呢 从银行贷款买来的房子里面 这样的描述呢 其实有些时候 某种程度 也逐渐在台湾的社会当中发生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现象 因为很多的环境跟事情 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 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呢 工作机会呢 有些时候变得越来越少 我们的收入呢 可能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呢 越来越低 然后加上有些时候 天有不测风云 有些时候我们碰到一些意外 或是一些疾病的关系呢 我们失去工作能力 那届时呢 我们不单没有收入 而且呢 我们要付出更多的这个医药费 我们所累积的债务呢 就会成为极其沉动的担子 那借贷呢 会让我们这个那些呢 依靠我们呢 跟这个需要我们公益的人呢 特别是家人呢 他们的压力会增加 如果我们有任何的意外发生呢 这些债务的担子怎么样 会从我们的身上呢 这个转到他们身上 继续加在他们上面 我们可以用这个猎王纪 以一杀时代一个寡妇的例子 来说明这个痛苦的后果 在猎王纪的这个下第四章 这边提到 有个先知的门徒的妻呢 哀求以下说什么呢 你仆人我丈夫死了 他敬畏耶和华呢 是你所知道的 现在有债主来 要娶我的两个儿子做奴仆 这个寡妇呢 他的丈夫是一个先知的门徒 那他过去呢 非常忠心的侍奉上帝 但是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呢 他向人借一些钱 他有一些负债 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 他就突然过世了 但是这个债务怎么样 这个债务就转移到他的妻子 跟他两个孩子的身上 那这个债权人呢 要来向寡妇要债 可是寡妇有没有钱 寡妇基本上没有钱 没有办法反出这样的债 那怎么办呢 债权人就要他两个儿子呢 去做奴仆来这个偿还呢 他们所欠的债务 所以说这个寡妇不单 这个失去生活的倚靠 而且呢 因为他无力偿还 他丈夫所遗留下来的债务呢 他的两个儿子呢 也要被迫离开他的身边 去别人家里面去做奴隶 这是一个很悲惨的情况 马太福音第六章 33节这样应许我们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所以当我们有债务的时候呢 某种程度是怎么样 这个没有让上帝有机会呢 来显明他的作为 因为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的上下文 那个是指我们日用的饮食 是我们的生活的必需品 那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 有类似的应许 我的上帝必照他荣耀的丰盛呢 在基督耶稣里面呢 是你们所需用的一切呢 都充足 所以假如说我们需要去向人借钱 来供应我们的这个基本生活需求呢 那个是向世人宣告一种信息 什么样的信息呢 就是我们所信靠的上帝 没有办法供应我们日用饮食的需要 他没有办法来照顾我们 所以我们怎么样 必须用借贷呢 来这个满足我们基本生活的需要 那其实有些时候 我们是真的需要借贷 才有基本生活需求吗 其实有些时候 我们的是抢在上帝的面前来工作 上帝应许日用的饮食要赐给我们 可是有些时候 我们好几个礼拜之前 好几个月之前 我们就怎么样 我们就已经没有信心 我们就去采取借贷的行为 当然很多时候呢 我们的借贷呢 不是为了生活必需品 如果我们呢 为了生活的必需品 向别人借贷呢 也很可能是上帝 把他所供应给我们的 这个生活的需要呢 我们把他用到呢 一些不必要的东西上面 有一次我的太太 接到一通电话 是他这个大学时代呢 这个同学打给他的 后来呢 这个他也信了耶稣 然后他在另外一个教会聚会 那他那一天就打电话 跟我太太 这个有一些交通 这个通常他们交通时间很长 一个多小时 那里面主要的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家的经济呢 非常困难 这个他们有很多的需要 但是他们这个 他丈夫所赚的这个钱呢 不够来这个满足他们的需求 所以呢 这个他们就落在一些 这个债务的这个压力的里面 然后呢讲讲讲讲了很长的时间 最后呢 他跟我太太说一件事情 他说呢 他最近使用一款的保养品 哇这个保养品非常的好 而且呢非常的便宜 只要八九千块钱就够了 那这个后来呢 我太太跟我讲了这一段 我听到之后就 这个头上三条线 为什么呢 在想 假如说他把那个八九千块的钱 不要去买保养品呢 其实对他们家来说呢 他的经济压力就可以马上解除 所以很多时候呢 上帝的确供应我们日常生活的需要 但是有些时候呢 我们不当的运用我们的这个金钱呢 会造成呢 我们落入这个债务的困难里面 那债务呢 有些时候会让我们逃避呢 上帝要交到我们的一些功课 很多东西呢 我们以为是对我们有益处的 但是上帝知道那些东西 实际上呢 对我们来说呢 有些时候呢 不见得是那么的必要 甚至呢 是有损的 他就会照他的智慧呢 不给我们充裕的经费 可以去这个做这方面的消费 那我们因为买不起这些东西 或没有办法从事相关的消费呢 我们就可以从上帝不供应的过程来分辨呢 到底这些东西是不是我所需要的 或者到底这些东西是好或者是不好 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 他说 你们虽然不好 上帝知道呢 拿好的东西给儿女 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 岂不更把好东西怎么样 给求他的人吗 但是我们要来思想这句话 这句话有个反面的意思 如果呢 我们像这个天父上帝所求的东西不好 他会不会给我们 好东西他一定给 对不对 但是他所求的 我们所求的东西不好呢 一个好的天父呢 是不会把不好的东西给我们 因为那个东西可能对我们来说呢 是有害的 或者是没有益处的 雅各书四章三节 这样告诉我们 你们求也得不着呢 是因为你们忘求 要浪费在你们厌热当中 所以上帝不给我们的东西呢 上帝不给我们供应的经费 去买的东西呢 通常不是我们所需要的 如果我们用借贷的方式呢 去取得这些物品 那我们就失去一个聚会 从上帝呢 是否给我们经费呢 来购买呢 判断呢 这个东西是否是我们需要的 是否对我们有益处 有些时候我们会失去一个判断 跟学习的机会 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呢 有个这样的经验 有一段时间呢 我所读神学院的书房 他推行这种制度 就是如果你需要买书呢 但是你手上呢 没有足够的现金 你可以这个先记账 然后等你有钱的时候再还钱 因为有些时候 一开学呢 需要买很多的这个参考书呢 那有些时候 你不见得每个月呢 这个你的收入是这个刚刚好 所以这个通常 一开学需要买一些书 是这个我们经济压力会比较大 所以这样的制度 原本呢 其实是不错的设计 但是呢 有些时候呢 这个对我们来说呢 也是一种考验 那我是一个非常喜欢买书的人 所以呢 神学院每隔一段时间呢 他就会推出一些促销的活动 特别有些时候 他会这个卖一些套装的书 套装的书 因为这个书本分量很多 价格比较高呢 他会打折促销 然后他有这个制度 你可以先怎么样 先拿书 先记账 等你有钱的时候呢 这个再来付款 那我记得我曾经 前后使用过两次呢 这个这个办法 买了两套书 然后呢 其中有套书有八本 那我在写这个 神学院的报告的时候 我曾经的引用其真 一本书的这个内容 作为我的这个复注 然后呢 这个老师看到报告之后呢 他有一天跟我聊天 他就跟我问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会引用那本书的 这个内容来做你的报告呢 那本书呢 其实这个很平常 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那果然老师说的没错 我除了这个用过那一次之外呢 我再也没有用过那一套书的这个任何的内容 做我写报告的内容 我以后也没有再换过那套书 但是呢 这个我已经买了那套书 而且是怎么样 用这个先呢 这个拿书后付款的方式 然后另外一次呢 这个我们神学院的书房又推出另外一个优惠活动 那这一次是一个传道人这个他的讲道习 这个他的讲道习 他讲得非常好 有五十本 那这个呃 我也这个用这种方式先买了一套 然后后来到我这个神学院三零级即将毕业的时候 我所服侍的这个教会呢 实习的教会有个弟兄呢 有一天他就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这个志宏啊 你有没有这个这套书 这套书非常的好 我说我已经有了 他说只要你已经有的话 那我就不送你了 我就改送你别的东西 结果呢 他就送我一本叫做康熙大字典 那这个康熙大字典呢 其实我看不懂 这个我研究半天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过了好多年之后呢 我终于找到一个中文系的学生 把那本书送给他 但是呢 这个假如说我当初呢 没有这个先这个用这种借款的方式呢 欠账的方式买那本书呢 我还是会怎么样 我还是会得到这套书 对不对 但是呢 我的生活不会有其他的影响 所以说呢 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学会一个功课 如果我真的有需要呢 上帝呢 会想办法供应我所需要的东西 如果上帝呢 不供应我经费呢 去买我想要买的东西呢 就表明什么 那个东西不是我所需要的 所以呢 千万不要用借钱的方式呢 去取得那些你想要的东西 以至于呢 你失去上帝要教导你操练信心的功课 或是失去上帝要教导你分辨了好坏的功课 那什么东西是真实有益处呢 上帝有些时候会透过 他供应或不供应金钱的帮助我们去分辨 接下来我们要来思想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呢 哪些方式是属于借贷的行为 当然对我们来说呢 我们直接开口 像我们的家人朋友借钱呢 是属于借贷的行为 但是我们像银行贷款呢 这也是借贷的行为 我们使用信用卡呢 先刷卡呢 这个后付款呢 某种程度呢 它也是属于借贷的行为 那买东西呢 分析付款呢 也是借贷的行为 那过去早期呢 有人跟互助会呢 这也是借贷的行为 现在是一个刺激消费的时代 各种的商品呢 无不使出浑身的解数呢 希望从我们的荷包当中怎么样 掏钱出去 那有个广告词是这样子 先享受 有没有 后付款 还有广告词是什么呢 先买后付 每个月呢 轻松缴款 真的是这么轻松吗 事实上每个月要付款呢 一点都不轻松 我们要有智慧的呢 去面对这很多商品 或广告的刺激消费的引诱 所以我们付现金呢 会让我们头脑清醒一点 因为毕竟呢 怎么样 付现金是比较有感觉 对不对 你要数这个钞票的时候 就发现这么多钱 你会重新的好好考虑一下 这真的是我的需要吗 还是呢 这个其实呢 是不是我的需要 是我的虚荣所造成的 我们要付现金呢 让我们重新有考虑的机会 当然信用卡呢 也是一种不错的理财工具 我们身上呢 不太需要带大额的现金 我们可以延后付款呢 让至今周转比较灵活 然后有一些红利基点 可以换正品 或是现金回馈 但是我们使用信用卡 如果没有节制呢 很容易造成很大的财务透支 所以很简单的判断 基本上呢 如果你每个月呢 都可以全额缴清 你的信用卡的卡费呢 这就没什么问题 但是一旦你没有办法全额缴清 你需要动用到呢 这个循环利息呢 就表示呢 我们已经出现负债的状况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你就有减卡的必要 事实上呢 循环利息是非常吓人的 我们可以介绍大家一个简单的 这个利息计算的公式 叫什么呢 叫做七二定律 什么是七二定律呢 就是这个是一个快速的方法来计算 一个金额的本利盒呢 需要几年呢 就会变成原来金额的两倍 那你只要用七十二呢 除以当时的利率就可以了 所以说假如说你的这个利率是6%呢 七十除以6是多少 十二年 也就是说十二年呢 你的利率呢 这个加上这个本金呢 就会变成两倍 假如说你的利率是8呢 九年就会两倍 利率是12呢 六年就会两倍 你利率是18呢 信用卡的循环利息呢 四年就会变成两倍 所以你现在会知道 为什么银行要拼命发行 信用卡给你吗 因为当你开始用到 循环利息的时候 只要四年的时间呢 你就要付出你借出钱的两倍 才能够还清你所欠的债务 那可能有人会这样问一个问题 现代社会难道任何的情况之下 负债都是属于不好的吗 有什么情况之下可以借钱呢 圣经没有完全的这个清楚的交代 不过如何符合以下三个条件呢 这样的债务呢 或许是可以考虑的 什么情况之下呢 第一个就是所买的这个东西是一个资产 它有增值的潜力 或者是它能够创造收入 这是一个生财的工具 或是它有生值的潜力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的价值呢 相等或是超过呢 这个贷款的额度 也就是说有一天你需要呢 这个还债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卖掉呢 处分掉呢 它所换回来的钱呢 超过你的负债 这样是可以考虑的 第三呢 就是它的贷款的额度不大 还款的金额呢 不会对你的个人或家庭呢 造成这个压力 在以上三个条件都符合的状况之下呢 其实可以考虑贷款 那其实想了半天呢 大概只有一种比较符合这种的情况 就是呢 对个人来说啦 对家庭来说是房屋贷款 因为在一般正常的情况之下呢 房屋是会增值的资产 所以说它是满足了第一个要件 那当然有些时候房地产叠价的时候呢 就不一定 但是相对长期来说它是会增值的 那第二个呢 如果你已经预备相当的金额做投期款 你卖掉房子的时候呢 你得到了这个款项呢 应该会比你贷款的额度会更高 所以说呢 这个符合第二个要件 那第三个呢 如果你每个月还款的额度呢 不会超过你的家庭预算所能够负荷的 比如说呢 这个跟你的租房子的租金差不多 或是稍微高一点点 那基本上呢 也不会造成问题 如果你没有办法按时呢 来这个支付每个房贷呢 就表示怎么样 你买的房屋的价位太高了 你需要考虑呢 把房子卖掉 买一个便宜一点的房子 那商业性的贷款呢 比较复杂 这个我们今天不讨论 那原则上呢 消费性的贷款呢 除了房屋贷款之外呢 最好不要借钱 那即使呢 我们在买房子需要贷款呢 也宁可呢 先买小一点的呢 便宜一点的房子 给我们经济能力改善之后呢 再换大房子 不要一下子呢 背负沉重的贷款压力 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个世界告诉我们 你可以随心所欲的呢 经常利用债务作为手段呢 先享受后付款 这样你的人生会非常的快乐 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呢 上帝不鼓励我们负债 如果我们有真正的需要呢 他一定怎么样 负责供应我们 如果他不供应呢 表示呢 那些东西不是我们真正的需要 上帝要我们享受经济上的自由 好让我们呢 可以自由的来服侍他 自由的生活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今天要向你发出一个挑战 你是上帝金钱的管家吗 如果是呢 上帝今天要对你说 不要再欠债了 不要再分期付款买东西了 如果你的信用卡呢 已经动用到行环的利息呢 就把信用卡减掉 然后等到呢 还清了这家银行的卡债之后呢 通知那家银行停卡 免得呢 虽然说你没有用它呢 你要付年费 如果你有些债务呢 下一集的信息 我们会来分享 如何脱离债务的捆绑 请记得呢 继续收看我们理财有道的节目 我们一同低头 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 现在主我们要来感谢你 你教导我们要学习 从一个不负债的人 因为当我们负债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见证荣耀的名 我们也相信我们一切所需用的 你是知道的 你会供应我们 帮助我们存着这样的信心 能够好好管理 使用我们的金钱 好叫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我们可以自由应用你 给我们一切的丰盛 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他必将同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一条新特的道路 因为世界必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必处于耶路撒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